大家好 我是天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全境封鎖資料片 花了不少時間終於把這個情報都收集完了 這些情報將會在資料片中帶給大家 有助於大家了解這個全境封鎖它的背景狀況 廢話不多說 就開始吧 求生指南第一頁 愛波用紅筆寫下的文字 這本書屬於愛波凱赫勒 如果你找到這本書 我每天中午會在時代廣場上的安全島南端 不問任何問題 如果你是從我實體上拿走這本書的 我希望它能有所幫助 愛波用鉛筆寫下的文字 指向畫差的紅色文字 在第七階與A打造的喬史特拉莫的壁畫前 指南書紐約崩壞 比爾用黑筆寫下的文字 至愛波 在他生日的那天 因為當世界在你身邊崩塌時 怎樣偏執都不算太超過 但如果紐約崩壞了 我知道我們也不會跟著崩壞 寶貝 你恨我 我恨你 世界會在筆端開始與結束 讀下去吧 這樣當僵尸來襲時 你會做好一切準備 愛你 很愛你 欠上我所有的愛 比爾 求生指南第三頁 愛波用黑筆寫下的文字 我已經讀這本書這麼多次 讀到我覺得我好像認識他 嗨默契 以前我從沒有寫粉絲信給作者過 不過管他的呢 這是一個很適合做很多第一次的時機 你不覺得嗎 你在意我叫你默契嗎 聽起來比較爽了 也讓我覺得比較活潑 這是好事 默契因為我身邊的所有人都在死去 我丈夫已經去世了 我因曼哈頓被隔離而無法回家 整個國家似乎都因為這場流行病而死 指南書 紐約崩壞 市區災難生存手冊 莫倫默契安特 愛波用黑筆寫下的文字 我來介紹一下自己 嗨默契 我已經打過招呼了 我是愛波 愛波凱樂賀 我丈夫當作玩笑買給我這本書 但現在我正在用這本書 才像是個玩笑 哈哈哈 默契 我是你的忠實讀者 我想有點瘋了 但我是忠實讀者 我會和我朋友分享你的書 不過有些朋友已經死了 然後我無法聯繫上其他朋友 我有提過隔離區嗎 我可以看到在河對面的我家 但我回不去 最後所有人都在慢慢死去 我還沒有得到潛流感 暫時沒有 等我得到的時候 這本書會變得很有用 或許我甚至可以用它來幫助其他人 把裡面的文字散播一點出去 求生指南第四頁 指南書 警告 這本書描述了社會瓦解 而個人安全則陷入危機的大規模災害等級 時的狀況 由於作者或此書的任何讀者 都未曾經歷過這種狀況 沒有任何方式可以確知 事態是否會如此書 預料般的發展 因此作者與出版商對於 使用或濫用書中資訊 不負任 這本書從理論上說明 可能的後果及假設事件 因此我們不保證資訊的完整性 安全性及正確性 我想懇請你遵守所有法律 並尊重他人權利 愛波用鉛筆寫下的文字 我對自己的免責聲明 我想這本書或許能讓我活下去 而且我也想留著它 因為這本書是比爾給我的 然後我開始寫東西 因為寫字可以幫我免於崩潰 於是我開始想 當這一切結束之後 如果會結束的話 某人應該要知道 當這些事情發生時 身處其中究竟是什麼感受 所以我想這份筆記 就是寫給 將來可能會找到這本書 並閱讀所有我寫在裡面的 內容的某個人 以及所有我還沒寫下的筆記 因為我還沒有讀完 而且我希望可以在頁邊空白處寫下一段時間 寫上一段時間 這些是我的經驗 我親眼所見這些事 做了這些事 並試著盡量誠實地把它們寫下來 我很確定我忘了某些事 就像你會看到的 我正處在壓力之下 但這本書裡的東西 就像提姆奧布萊恩在《士兵的仲父》裡所寫的 就如同他看起來一樣 艱難且真實的真相 那是我最喜歡的書之一 讀過之後 就再也忘不了那一段話 我希望如果你有機會讀到這本書的話 你正處於一個溫暖乾燥且被愛的狀況下 而且流感已是個遙遠的記憶 AK 求生指南第五頁 艾伯用黑筆寫下的文字 親愛的日記 今天是12月3日 你其實不是日記本 不是本日記 而我則和死去的丈夫困在曼哈頓 沒電話可用 突然我覺得還蠻幸運的 我有雙好鞋子 一支币和一個朋友可以共度今晚 至少我是這麼想的 如果我找得到她的話 日記現在 真的很糟 越來越糟 談論這件事沒有幫助 但或許我寫的會有點用 Bs了 不是被病毒殺死的 是有人殺了她 我很確定 是因為她的工作 我要找出原因 艾伯用鉛筆寫下的文字 默契知道原因 指南書目錄 第9頁 不看一集的系統 第4頁 艾伯用鉛筆寫下的文字 鏡頭指向不看一集的系統 他們曾經 指南書 按例研究 你早上喝的咖啡 什麼是連鎖失能 為什麼大規模流行病是最大的威脅 艾伯用黑筆寫下的文字 全奇大規模流行病 嗯 艾伯用藍筆寫下的文字 他不是只有一支筆嗎 因為那就是現在發生的事 指南書 暗東行動 其他造成連鎖失能的原因 髒蛋 天然沾汗 電磁風暴 鋼汗 戰爭 你該怎麼做 預防 緩和 避免 72小時規則 急難背包 知道要去哪裡找東西 準備不足時的臨時反應 你要怎麼使用這些東西 所有人都該知道要怎麼做的事 尋找及 做種植食物 純淨水源 處理出血中的傷口 消毒傷口 蟹骨 處理屍體 艾伯用黑筆寫下的文字 我答給胸案主尋萬比爾的事 他們沒有任何在XBG或地企生技集團發生事件的紀錄 我花了一分鐘才想起來那間公司的全名 我告訴他們發生了什麼事 但我不認為有指 情 員警或任何人在電話線上 相信我 求生指南第七頁 艾伯用黑筆寫下的文字 我要求跟一位警探講話 在拿著話筒等超久後 終於等到一位 妮娜、迪、喬、凡妮 我向她說明那些調查員 已經把死者從車裡移到驗食官的貨車裡 另外兩個穿制服的警官 也已經在犯罪現場拉封鎖線 我說我看見全部的經過 他們沒有承報嗎? 他說他們沒有接到在那個地點有任何凶傷案 或槍支意外的報告 我掛掉了電話 站在街上盯著那景象一陣之後 我決定要回家 站在地鐵入口 到處都有標誌寫著 無列車開往布魯克林 曼哈頓島被隔離 已成為禁區 直到這一切結束為止 我都不能離開 我變成寡婦又無法回家 我走到伊娃的住處 雄偉又怪異 她讓我在這躲幾天 在這我覺得很安全 中產階級區的好處就是有錢離開了 現在非常安靜 無論發生什麼事 伊娃都會認為 都認為會沒事的 她不想要我去深救比爾究竟發生什麼事 她說去跟警察講 但我已經試過了 他們會怎麼做 他們早就都被派去支援災難緊急應變署 和其他政府派來的人 災難幾級應變署在賈維茲展覽中 展覽中心那裡設置一個流動指揮站 對 原來目錄還沒有結束 生活 從油箱取氣 使用幾種不同的語言 說一些單字 替你家做好準備 逃難 阿波用黑筆寫下的文字 指向替你家做好準備 我也希望 指向逃難 不用過得像難民一樣 臨時的解決辦法 外面最危險的事物 做好面對最糟的狀況 崩壞時的案例研究 過渡時期 一天 三天 七天 四天 崩壞時的案例研究 恐怖的是完全命中現在的狀況 我發現他那個字是相反過來的 黑筆的字跟 書版的字 阿波用藍筆寫下的文字 不是巧合 用紅筆寫下的文字 不 不是巧合 新現狀 結論 參考文獻 延伸閱讀 關於作者 阿波用藍筆寫下的文字 阿波用藍筆寫下的文字 12月4日 今天有更多人生病 多數了很多 疾管局的顧問充斥在電視和電台中 把標準事項說給每個人聽 避開群眾 不要驚慌 如果你生病了留在家中 沒有必要就別去醫院 市長也做出聲明 似乎沒有人知道這是什麼病 但它擴散得很快 已經有很多人因此而死 在曼哈頓的保留區鎮壓得更兇了 現在已經派遣國民兵封鎖 每一座橋樑和隧道入口 圍翁走的路靠近威廉斯寶橋 而迪蘭西街在弗瑞斯就全面封鎖 他們在車道上停了好幾輛大型監獄巴士 我看到一個人穿了過去 然後沿著腳踏車道狂奔 國民兵已經舉槍瞄準他 但他們的長官要他們鎖守 他說在蠔牛中間還有另一道路長 我找到一位警察把比爾出事了經過告訴他 他記下冒案經過 但表示現在一切都因為流行病而手忙腳亂 我說 那麼總會有人去調查謀殺案的吧 的 對嗎 他凝視著我的雙眼並說 不是現在 如果我是你的話我會回家去 寫下 你記得的一切事情 然後在一切塵埃落定之後再回來 我簡直無法相信我聽到什麼 我的丈夫被人謀殺了 我說到 你為一個人為一個壞的罪罪 你失去丈夫令我感到很遺憾 但昨天光真曼哈頓 就有九個人死於這種疾病 每一個備用警力都被派去看守醫院 免得被人擠爆 我很希望能進一步協助你 但事情就是這樣 你還是回家去吧 所以我照辦了 我是說回去伊娃那邊 我很希望我能回家 但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一直在思念比爾 想要找警察的話做 寫下你記得的一切事情 於是就這樣開始了 求生指南第九頁 艾伯用黑筆寫下的文字 在這份筆記之所以存在 只是因為不想讓自己瘋掉 就算整個世界都瘋了 這本書是一份正理 原本應該很有趣 這當然是一個笑話 比爾不是嗎 真的是個笑話 比爾再也看不到一切變得有多糟了 才當了24小時的寡婦 我已經開始自言自語 嗯 就算寫東西給自己 在這本書的書頁用完之時 我該怎麼辦 這本書還能撐多久 多謝你比爾 在工作方面的表現真的太棒了 艾伯用藍筆寫下的文字 指向黑色文字 我已經開始自言自語 我還沒封 當這世界即將結束時 我對自己說話 有什麼不可以 指南書 介紹 這本書原始於我對現有生存子能的 不滿而生 那些書大多專注於單一性的重大災難 發生在幾分鐘或幾小時內 需要立即 而不是短期內的反應 這類的準備和體認十分有用 但並不會牽涉到另外一種潛在的狀況 那就是一種沒有人準備應付的災難 一種絕對性的崩潰 世界末日 如果你置身其中 至少看起來是這個樣子 那需要完全不同的準備 它帶來的一種思考方式 就是讓你直接面對這些問題 如果我很清楚 在世界余波或災難過後 不會有任何的援助抵達 我該怎麼做 如果我很清楚或只能靠自己來求生 我該怎麼做 對於這一類的災難來說 很難有個概念或計畫 因為那一切都分崩離析 我只能 我是指一切 你在本書後面會看到 我在不同章節裡描述的內容 原本的計畫也沒用了 你要如何 對無法計畫的事情想計畫 那 考慮到的事實是 我們有 恢復常態 其他則是 長期問題 再加上可能出現的後果 我們需要改變我們處事的基礎面 這些變化十分困難 因為改變的理由沒有那麼顯而易見 人類這種生物對立即性的威脅反應極快 但就是長遠的後果來看 規劃能力極差 為什麼這是個問題 因為長遠的問題 才是毀滅文明的元凶 就算大部分如此 是 愛博用黑筆寫下的文字 12月3號 9條斜線 12月 12號 11條斜線 這是紅筆 太難調了啦 藍筆 愛博用橘筆寫下 12月12號 1條斜線 1條斜線 愛博用紅筆寫下 的文字 12月24號 7條斜線 用鉛筆寫下的文字 12月31號 7條斜線 愛博用厚色筆寫下的文字 12月31號 1 選擇的是粉紅或紅色 9條斜線 9條斜線 7條斜線 9條斜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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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餘下你的文字 1條斜線 大斜線 有種令人厭惡的笑話 箭頭指向下一頁 指南書 災難緊急應變署如何將災難分類 災難緊急應變署全名是災難 災難緊急應變署 可可沒有縮寫啊 將我們廣泛稱之為災難的事件 按照傷害程度分為四類 艾波用藍筆寫下的文字 博士在聯合作戰部隊駐紮的郵政總局 艾波用紅筆寫下的文字 在車上比爾被殺的時候 就是那個傢伙在車上 指南書 緊急 地區事件可以用地區資源來應變 災難 一個地區性有實現的事件 需要區域性或國家級的資源無餘 才能夠進行後續協助與反應 重大災難 讓規模的事件造成複雜深遠的後果 且會持續漫長的時間 社會基礎結構受損或摧毀 或被毀 艾波用鉛筆寫下的文字 就像其他事情一樣 在打了八格被擊中之後 我馬上記下了這些事 我回顧此事 認為我實在太清帥了 你知道 但我也是對的 我們真正該重視的事 壞事何時發生 還有何時結束 這是不一樣的 這是一個新事件 而且沒有 而且不是任何人期望的事件 除了造成這一切的人 那這是我想要詢問默契的事 愛波用藍筆寫下的文字 這是一個新事件 幫山地留意 喜歡的話可以幫忙按喜歡 分享出去 訂閱我們的頻道 獲得支持影片的資訊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